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各地各部门宣讲 并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尹丽 今天在北京做宣讲报告 尹丽在报告中从深刻认识全会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领会 全面深化改革 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等方面 结合北京实际做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和宣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守善标准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不断开创 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费力铺写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尹丽还与企业代表 基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就科技创新等问题深入学习宣传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天在商务部做宣讲报告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决定 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 抓好商务领域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这是总书记亲自谋划 组建了一个起草小组 他亲自担任组长 决定搞 做地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 谋划改革 是时代新增省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向广度和深度进京的总动员总部署 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对我们提出来的要求 照照实施做好商务部改革措施的落实落地见效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今天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做宣讲报告 他深刻阐释了召开全会 做出决定的重大意义 围绕决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背景 指向和内涵 进行了详细解读 要求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加快推动改革任务落地 为推进新型工业化 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决定主题鲜明 重点突出 措施务实 谋的是强国复兴伟业 布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局 立的是党长期执政 国家长治久安之机 彰显了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今天在重庆做宣讲报告 袁家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准确理解 全会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重大原则和重大举措等进行了深入阐释和解读 重庆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所做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把全面深化改革 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关键变量 围绕总书记提出的两大定位 三个作用全面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以感为人先的勇气 积极探索 首创性 差别化改革 近日袁家军还来到工业园区 科创企业等地 现场宣讲全会精神 并与一线干部职工互动交流